很大耶 很大耶 就是有一片海 對 這邊更適合拍網美照 我就這樣 由360幫我們拍照 耶 而且這邊還有羊耶 對啊 啊 跑走了 他跑去哪裡 蛤 就 海邊 喔 在那裡 在那裡 給摸啊 你不要再摸人家了啊 對啊 他在吃素葉 對啊 他在吃素草 夏天 澎湖的海 一整片的藍 就像是剛從工廠染出來的新鮮布料 卻又清澈見底 路就緊貼在海岸線上 不拍張照片就說不過去 喔 欸 這邊可以拍照 現在我們來拍個照好了 把自己騎了五年的車 運過來澎湖 光是這個景色跟照片 就絕對只會前幾天的麻煩 對啊 你就靠近看看 看他會不會跑走 完蛋了 不行 好 我覺得現在是不行 那你第一呢 應該比較有這樣 我覺得 總之可以啦 但他沒有破 他有一隻小的來欸 欸 哼 跑走 小的跑比較快 跟喘一樣 對啊 看不到 我們今天到底有沒有抓到甜蜜點呢 好像有比 所以 昨天早上來的時候短一點 招牌是干貝 蔥油蛋 喔 干貝 蔥蛋加油 然後旁邊有一個很 看起來很酷的 剝皮辣椒蛋 還有 要玩一個剝皮辣椒蛋 等一下 就點了 燒餅 裡面有了 剝皮辣椒嗎 對啊 有吧 辣椒 這才是剝皮辣椒蛋喔 喔 喔 對對 這才是剝皮辣椒啦 對啊 這才是剝皮辣椒 阿學你另外一個點什麼 一盤干貝蔥蛋 喔 乾貝蔥蛋 喔 最近那個是干貝醬 對啦 所以才會有小魚 才會有那個小魚啦 走完了东半环跟南半环 接下来要把北半环的拼图拼起来 在2022线道起点的岔路口左转之后 继续顺着203线道一路骑向北方 穿过一长段原本被我以为是松树 但实际上是南洋山的绿色隧道 再来的右手边是有着海浪彩绘的堤防 不知不觉间就踏上第一段跨海的桥梁 在鼎鼎大名的澎湖跨海大桥通车前 被命名为中正桥的它 算是国内最长的跨海桥梁 一面有着比较高的堤防 另一面则是用一般的护栏隔开外面的海水 这样的堤防设计也反映出两侧虽然都是海 但是风浪的等级却是截然不同 比较低的一面是由几座岛屿环绕而成的澎湖内海 形状上像是天然的湾奥成了口语上常说的澎湖湾 而中正桥跨越的就是澎湖湾跟台湾海峡之间的水道 虽然有着巴谷的名字 但其实早在清代的1887年 这座桥梁就已经完工 串联起马公以及白沙 当时的桥名取作祭安桥 意思是祭永安之后的第二座桥梁 火湖群岛就像是散落在台湾海峡中间的珍珠 要往来各个岛屿 早年只能仰赖船只 但是到了秋冬 风浪就会成为巨大的威胁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 原本称呼的祭安桥长度可能不长 但却是那个年代相当重要的建设 名称大概也隐含当时人们对它的期望 公路往前向下补充 紧接着要踏上的就是永安桥 两边连结的是中屯羽跟白沙岛 中屯原本命名为中墩 意思是位在澎湖崩岛跟白沙岛中间 像是土墩的岛屿 岛上最有名的应该就是树立在海边 一根一根的锋利发电机 就连8月剩下都转的那么卖力 到了冬天澎湖的风想必是连酸民口中 国道的侧风都比不上的 203线道跨越了整个白沙岛 但是路线上比较接近白沙岛的中央 景色上反而没有临海的澎八线香岛来的雅致 这条路同时也是从马公往来西雨的接近 走到底接上203组线之后 两排的南洋山再次列队 远方则是白色的拱门 穿越拱门之后 就是从小就不断在各式书籍里面看到 号称远东第一海上桥梁的澎湖跨海大桥 小时候看到这类称号 都会觉得小小的台湾有着那么多的第一 是一件蛮自豪的事情 长大后才慢慢发现 当中有不少要不是早就被追越 不然就是比较对象不明 比方说玉山过去经常被冠上 东亚第一高峰的美名 但是圣母峰明明就位在中国国界上 这样的话东亚的范围又该怎么算 把第一的虚荣遮起来不看 天空的蓝跟海水的蓝 还是让澎湖跨海大桥 看起来就像是直通地平线底端的捷径 虽然没有现代桥梁常出现的圆拱、钢索 表面上是无聊的点 不过少了这些突出桥面的构造 行之起来仿佛可以通往另一个世界 两公里半的跨海大桥结束之后 正是进入到西雨乡的境内 西雨意思就是西边的岛屿 但其实这座岛还有个更诗情画意的名字 叫做鱼翁岛 就像是台湾被葡萄牙人称呼为福尔摩沙一样 鱼翁岛也是在大航海时期 由葡萄牙人赋予的称呼 来自于台湾海峡上捕鱼的船只跟渔夫 其实在外语的语境里面 渔翁岛的原文 Bescatolis是涵盖了整个澎湖群岛 但是翻译成中文之后 只剩下西雨继承了这样的称呼 现在来到了小门村 金鱼洞 走过来看 哇 垂直入海啊 哇 这悬崖一边诶 我们在悬崖一边诶 诶 这边应该要效仿我们交通部 明明要挂一个牌子 然后上面写 禁止衰落 哦 那屋里面是屁股很粗诶 等一下 你想要躲在洞里面吗 躲在洞里面睡午觉 才发现 诶 水怎么越来越高 对 我们现在是干潮 应该说正在长潮 有啊 水真的 有那种越来越高的趋势 哇 这边就可以看到旁边都是 柱状玄武岩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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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部是噴的 然後下半部是慢慢飢上去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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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門口就是一個鯨魚 對啊 現在才看到 前面就烏龜 對對對 鯨魚洞然後烏龜廟 那烏龜廟啊 對啊 沒有你這寶玉類不能養 沒有 寶玉類不能養 該不會是指綠蜥龜吧 說到綠蜥龜大概就會直覺想到鴻湖 不過身為寶玉類動物 已經不是那麼容易在大自然見到 這間大義工的地下室 就養著不少的綠蜥龜 據說是在法規修改以前 就開始人工飼養 沒有 蜈蚵是休息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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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蜈蚵是睡覺啊 下麥了 長期以來質疑大義工的環境 不適合飼養綠蜥龜的聲音就沒有斷過 最後在今年 前六七月又接連傳出死亡的消息 迫使大義工決定將剩下的幾隻 捐給澎湖縣政府 等到我們八月前來時 已經移交到海洋生物研究中心 當然也就一隻都沒有看到了 當時為了綠蜥龜 特別打造的珊瑚地下室 水池已經干涸 沒路 他還有海膽耶 螃蟹是十隻腳 所以你說這是海綿寶寶 衛裝的謝老闆 所以你剛剛看到這個 不是 另外一個更像 好像就類似什麼 類似招數 我們剛才逛完了 這是什麼 竹灣大義工 然後裡面沒有綠蜥龜 裡面雖然他路口有百隻綠蜥龜 但是我們竟然沒有看到任何綠蜥龜 所以我們就跑去了隔壁的 而且是國務館 也蠻有趣的 他蠻有趣的 我覺得 搞不好他比綠蜥龜本身有趣 對 而且他有冷氣 我覺得這蠻在 原來夏日行 也蠻重要的 十溪十戶 看起來有一堆魚要困住了 現在好像是正在漲潮吧 已經十點了 所以如果 我們走太慢的話 到時候 對 不是魚被困住 是我們要被困住 很期待海菜 這樣可以帶回家 沒有你要海菜的話就這樣子 來 轉過來 海菜 海菜 我們要幫他創造名詞 這個叫回轉型食戶 就是 他們說都叫做什麼 擔心食戶 對啊這擔心 擔心 就是會讓人很擔心的食戶 等一下有發現什麼 神奇生態系在裡面嗎 神奇一口蜜蜜 非常漂亮 魚口蜜蜜 魚口蜜蜜 是很扯 那種有河有的河 海滴好多魚 他們游走了 還有海膽 海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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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兩位還要很開心在拍照 真的真的要沒路了喔 不然他們說有下水的準備 對啊 現在只剩幼淹這個 其實 好啦 我可以站上去看他慢慢延長 這應該再過20分鐘都沒路 這真的沒路了 這邊是網美景點的感覺 這應該是真的就是以前在講揪空的吧 我不知道 因為它Google的地標寫揪空 XX 那一個是可以調整的 對 有可能 或者也有可能是鵝阿寮 這個構型有點像鵝阿寮吧 鵝阿寮應該是一個平面的 然後就沒有可能把木板拆掉啦 假裝平衡時間 其實根本就沒事 有個寬的 不要話說太快 等一下摔進去 不行 摔進去 我就完蛋了 我知道啦 這是單線鐵路區間啦 走在九孔養殖場 遺留下來的構造 不只有縱橫交錯的石橋 還有澎湖最具特色的 柱狀玄武岩當背景 Google地標把這邊寫成 九孔瀑布 但是看不太出來 九孔跟瀑布的關係 倒是岩瀑的部分恰如其分 不只有柱狀 還有像是水龍頭一樣 泡霧線的玄武岩 平衡夠好 我們坐在旁邊 靜靜的看著網美們 在海水持續高漲的 九孔養殖場拍照 潮汐變化 真的是在澎湖旅遊 第一座的功課 滿潮 乾潮 甚至是漲退潮的速度 不同的景點 適合造訪的時間都會不一樣 其實到西雨之前 我們還有去半路上 百殺的後寮天堂路 結果就是沒先看好潮汐時間 天堂路直接被打回人間 然後阿路如果漲潮起來的話 應該就是 喔!所以這邊應該要漲潮來看會比較好看 喔!在這邊 喔!一條的潮汐 一條的潮汐 喔!一條的潮汐 哇!很大耶 喔!就是有一片海 喔!就是有一片海 對!這邊更適合拍網美照 大喝喝喝喝搭 對啊 然後拍車子 人!一堆人 剛剛有一個 立體的牌子 然後前面看起來就很像 迷宮 它有分不同的 它下面有基層 上面就是老古石 珊瑚膠岩 然後他們的窗戶也都是 所以這種窗坎 應該就是原本就長這樣 不是用木頭 像這一間應該就是特別去漆的 加白漆 然後如果它哪天掉漆的 可能也會看到裡面都是 好像這個就是 掉漆的 然後就看到裡面的珊瑚膠 有 說明這樣故意 有可能應該不會 對耶!太扯了吧! 你這個也是 也可以! 這個我覺得應該是獨立的一個石頭 只是 它被入侵 被延賣 珊瑚膠入侵 喔喔 對!因為它原來是珊瑚膠 然後被 這塊的延賣入侵吧 有可能 有可能 十七成聰明 就會想到它有沒有在賣沙古魚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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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坎是位在西域中央的聚落 看起來似乎已經沒什麼人定居 老式建築保留得相當完整 找不到什麼鋼筋混凝土在這邊 成家古厝是超過百年的三合院 可惜過去似乎被參觀者破壞 現在已經不開放進入 解決參觀 跟中間是什麼 不是 是時鐘嗎 不會嗎 不是吧 就算是王不太意外 就是圓圈圈 對啊 那上面看起來像羅馬寺啊 對啊 看起來像羅馬寺 對啊 應該是時鐘 對啊 而且它有個玻璃 對啊 奇怪的拍攝角度 吃東西啊 兩個被淘汰的都市 跑進冷氣房裡面繼續吃小卷麵線 沒有 應該說 我們就是要轉型美食節目了 沒有要美食節目的話 剛才應該要跑去吃什麼生魚片 噢真的 不行它沒有冷氣太熱了 噢生魚片沒有冷氣 沒有冷氣 不行 不是我們只跳有油冷氣嗎 結論啊 就是來澎湖的話 如果人多一點可能會稍微好一些 因為 可以吃盒菜 這樣我們其實是一間盒菜餐廳 真的是內海啊 內海啊 才有可能把那個 就完全不做提防 有著島嶼當屏障 就像是一道道天然的堤防一樣 讓澎湖內海 不至於有太大的風浪 道路也能夠直接 緊貼在海岸線上 彷彿把腳伸出去 就能夠把海水的藍給踢出來 來到澎湖 真的不要拘泥於那幾條有編號的公路 往一些地圖上 看起來很細小的路走 可以挖掘到 散落在台灣海峽中央的珍珠 更多還沒有被網美拍照打卡的風景 站在這個點就可以吧 合法的把車子跟跨海大橋拍在一起 榮素是這一顆嗎 所以它的榮素是要好幾顆連進去的 對啊 所以就是紅色的紙 結果它並不是好幾顆榮素連在一起 而是一顆超巨大 已經一堆氣根往下扎回地面的老榮素 不過我們急著去吃仙人掌兵消暑 就沒有仔細端詳 這個就是主位的仙人掌兵 冰淇淋 嗯 它是冰還是冰淇淋 應該是冰 冰淇淋嗎 不知道 因為看起來構型不像冰淇淋 呵呵呵 欸我坐那個有插座的 我們都說自己是被天氣淘汰的都市人 完全抵擋不住8月夏天澎湖的熱氣 一到中午就想躲到室內 有冷氣的地方最好 我打到順便買蘆薈 哈哈哈哈 這個已經不行了 已經在痛了 穿短褲 坐膩欸 而且我發現左腳也在痛 對啊 左腳也開始在痛 坐膩 結果在架上 完全沒有看到蘆薈的影子 曬傷的小腿 最後是怎麼處置的 就留到下一題再來揭曉吧 吹過冷氣降溫之後 從白沙香的通樑 再次踏上跨海大橋到西雲 在澎湖的這幾天 經常是折翻跑 跨海大橋當然也來來回回走了好多次 以前國高中上課時 老師經常說 酒代表多的意思 不如就說跨海大橋走九遍吧 反正中校東路走九遍 也不見得是真的走了九遍 再次回到漁翁島上 我們決定直衝南邊的西雲東台 離開203縣道的主線 轉上紅五縣香道上 順著地勢 俯衝進海洋的懷抱 西雲東台 風源綠綠千里西雲 依照這邊的乾燥程度西雲會出事 應該真的會出事 哇 從這邊可以看到 整個內海 對啊 欸那個台地好 台地的明顯好明顯 就剛剛那個二坎 二坎 好就是他了 堡壘 東台 欸 我終於看到菊花了 菊花 喔 所謂的菊島啊 真的欸 我們到現在來看 可是菊花本來就是秋天 下秋了 所以可能才剛開不久 因為這個樓梯一半是什麼意思 是 萬念進來 然後進來到一半就用跳的嗎 因為這個高度跳下來也不會怎麼樣 那就是從外面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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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其實很矮 超矮 就是可以跳下來 對 對 人太重了 蹦得很大聲 因為它是降到的 不對耶 這應該是特別挖開了 嗯 這爸爸 對啊 而且一百年前就有體溫計了 欸一百年前有疫情嗎 西班牙流開 西班牙流開 欸 不行我們要去那個 去除對地方的污名化 所以我們要叫它什麼 那個什麼 COVID COVID-12之類的 1912年之類的 欸這應該是藏小炮的 可是 看不太熟 還是火房啊 你為什麼是用趴的下來 我以為你還用滑的 結果你是用 這什麼姿勢啊 這是卡在煙中裡面的聖誕擾人耶 蛤 你超髒的 對你超髒 蛤 火房下來是大概多少喔 呃 大概一公尺 蛤 你要幫我接一下嗎 我覺得 不是啊 就一公尺很矮 這樣無法御夫的話 還是會臭腸吧 不會啊 你就把它想 你就想像成你身冒就好了 超髒 欸你怎麼沒有 順便喊個Merry Christmas 啊 聖誕快樂 聖誕老人有什麼感想嗎 聖誕老人有什麼感想嗎 聖誕老衣服 啊我的白色衣服 真的上一點新開 那這我買的新褲子 沒關係你知道聖誕老人最早是綠色的嗎 真的嗎 對啊 那是明信長的衣服 後來變成可惡可樂 要打廣告才變成紅色的 嗯 這是隧道吧 你看 連續隧道段 那我們要喊 那種一進 然後到前面二進 然後再來三進 你看裡面是炮彈嗎 欸 對啊有沒有 蛤 那是炮彈 這是 然後就拿出來 直接我們直接把它填充上去 然後看到 然後共機過來的時候就把它打下來 看你可能打不到 這是認真的 這是認真的啊 這是認真的啊 喔不是白色 應該是都海能用的 喔 那這是觀光區不出嗎 看有沒有人想要點 點銀杏 碰碟 欸 這是觀光欸 花火節 聖誕 欸有道理耶 光以為澎湖 旅遊大師 澎湖 無限觀光局局長 欸這邊有洞 要不要跳 再跳下去一次 我剛喜歡西波一路洞 西嶼東台 跟西嶼西台 位在漁翁島的南邊 相距不遠的位置 鎮守著 船隻 進入澎湖內海的重要水道 清末 就已經築起砲台 西嶼西台的規模比較大 相關的導覽也比較完整 不過正在整修 能夠參觀的點 也就比西嶼東台來的少 這邊不錯 喔還有耶穌光 最後的耶穌光了 如果再來 我們好像還是晚了半個小時 不過還不錯啦 這個光還 這個光已經很棒了 那早一點可能會太亮 對啊 我覺得早一點可能會太亮 耶穌光灑下 眼前的萬安漁港 又有著小希臘的美名 大概也是這種海灣的地形 讓村莊裡面垃圾車的聲音 毫不留情的傳了上來 眼睛裡的是希臘 耳朵裡的則扎扎實實是台灣 即將入夜的跨海大橋 又是另外一番不同的景色 燈光從路邊護欄左右交替遭射 這才注意到 原來澎湖跨海大橋 並沒有平常那種直立的路燈感 如果貼色在暗一點 看起來應該就會是 帶有些迷幻氛圍的燈光隧道 再來的永安橋 季安橋 相比起來就顯得有些單調 走過北半環 對澎湖又多了一點認識 對仙人掌的印象也從綠色轉變成紫核色 但是除了冰沙、冰淇淋之外 仙人掌還有著其他的妙用 留待到旅程的尾聲才會發現 欸那個是不是那個氣墊船 不是這個 就是氣墊船就是那個 炸灘就炸灘會出現那個 氣墊船 香蕉船那一類的 喔對對對 有啊他們有看到殘尾 香蕉 欸對耶突然想到 你們哈馬信念不是有香蕉碼頭嗎 對阿 香蕉碼頭如果要硬勤一點的話 應該要再順便擺一些香蕉船在 碼頭旁邊 這樣不會破壞 蛤 但香蕉碼頭是運 運香蕉的耶 這樣不會很破壞嗎 就是胡亂挪用 沒有沒有 唯一說就是如果要把香蕉碼頭做那個文創的話 喔喔喔喔喔喔 對就可以做 欸我我覺得這個可能文字委員們會吵起來 蛤 會嗎我不確定耶 哈哈哈哈哈哈 跟我們最熟那幾批那個文字委員可能會吞死我們 就以後大家一想到香蕉碼頭 就說喔就是香蕉船的碼頭 對對對 對對對 但現在講香蕉碼頭我覺得想要就是賣 賣魚的 賣魚的湯 喔對 這邊 這邊 水變多 水好深啊 水很深水很深 水很深趕快加蕉人 你走到我下一句 好結束 這個 不是啊 這個不是爛梗了嗎 水很深 水趕快訂閱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不行啦水很深是要加蕉人啦 前面三個不夠 加蕉人可以看到 更多水深的秘密 有用 你再加蕉人 我都會講